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读经的时间了 今天要读的是诗篇第135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 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 你们要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本为善 要歌颂他的名 因为这是美好的 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 拣选以色列特做自己的子民 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 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 他使原物从地极上腾 造电随鱼而闪 从府库中带出风来 他将埃及投身的 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 埃及啊 他是行神机骑士 在你当中 在法老和他一切成仆身上 他击杀许多的民 又杀入大人的王 就是亚摩利王 西红和巴山王二 变迦南一切的国王 将他们的地赏赐 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 耶和华啊 你的名存到永远 耶和华啊 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 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申冤 为他的仆人厚悔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 赢的 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以色列家啊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亚伦家啊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地位家啊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 要称颂耶和华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 该从西安寿称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今天的读经就到这里 下次要一起读经哦 拜拜